農夫们围坐在广场上 人人手中几颗巴勒 有的洗选 有的切过蛙子 大家忙得不亦乐乎 农历春节后 消费需求量降低 巴勒价格偏低 造成县内巴勒产地 爆量滞销 为了消化囤积过量的巴勒 西州大庄村 巴勒集货厂 董美龙和县内食品厂合作 将过剩的巴勒做成巴勒干 以减轻市场供货量的负担 借此来提振销售行情 增加农民的收益 最近开始交货 十多位农夫到集货厂 做巴勒加工 露出难得的笑容 假如假如那边到北部 就要取消货 就要取消货 还要取消货 还要取消货 農民收货 赚2元3元的農民 也要取消货 不错啦 就是让这里说 这个厂家才 農民多减一天赚几百花了 因为气温升高 巴勒报道量 产地价格一蹶不振 每台金不到2元的收购价 不仅农民不敷成本 收购的盘商也得赔本做生意 大庄村长董美龙 身兼大庄巴勒集货负责人 为了消化过剩的巴勒 到县内找到一家 愿意配合做巴勒干的食品厂 巴勒果实不但可以鲜食 还可以加工为果汁 果酱干果 农夫把果实剖拌 再用汤匙挖出纸肉 涛工的巴勒半成品 交给食品加工厂 每公斤可买10元 丢掉的纸肉 还可以送给养住户 拿来洗洗 还把鸡捞起来 鸡都不够 鸡刺鸡 一定鸡刺鸡而已 因为你没收购 塑胶带 铺里龙 它会乱输 西州大庄村长董美龙笑着说 扣掉农夫的工钱和交通费 他可以说是做白工 但却可以创造地方的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 赶紧把现有的巴勒消耗掉 价格才能回稳 巴勒送到加工厂 做成巴勒干是权宜之计 他还是希望价格赶快回稳 例如国军或学校营养午餐 不妨多使用国产巴勒 农政单位也可以辅导食品厂 协助农民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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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对吗 谢谢大家